但你不讲没讲理我 当我在最绝望的时候 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对讲记忆 突然传出来了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所以对讲记忆的那个小男孩 是你 当然 在你把我错认成吴正的时候 你约他出去吃饭的话 你描述的 和我的感受一模一样 在你被韩沛绑架的时候 也正是因为他 才给了我跑到医院的信念 和动力 晏蓝 你说你是拯救了整个银河系 才有了我 还在怀疑自己值不值得 虽然吧 我很赞同你说的前半句 但是真的不要怀疑自己 我才是拯救了全宇宙 才拥有了你 从你不认识我的时候开始 你就在保护我 给我力量 当我每次在最绝望的时候 给了我支撑下去的希望 我很早就失去了父亲 后来自成父业 成了消防员 为国为民 但是在韩沛看来这些都是虚假 所以 我每次见到他 都会去想 这些真的是我自己的选择吗 直到我遇见了你 一个我遇见过 一个我见过 最阳光 最简单 最真诚的女孩 是你让我懂得了如何去爱 我确信 如果再给我一万次这样选择的机会 因为我作为霍庆松和贤姐的儿子 也会毫不犹豫地 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刚醒就说个没有话 不累啊 累啊 但你不就没交流啊 你以后再敢骗我的话 我就咬你啊 好啊 咬这儿 讨厌 这世界很苦 我 我 你 我